醫療團隊一大早到齊金廣濟宮 穿戴面罩防護衣 還用膠帶做了多一層固定防護 二月六號開工日前一天 齊金社區第二次補篩 一大早還不到九點 也出現大批居民前往排隊等待 大家不用緊張 大家會保暗時 會保睡到白 晚上十八之後有時間到來 我們吃到晚上十九點 齊金社的四個篩檢站 包含廣濟宮 齊金醫院 福壽宮跟高科大齊金校區 因為五號公布的新增案例十例 有九例是高雄港相關 希望在開工前全面篩第二次 里長也動員發傳單跟勸導 老一輩子都會埋怨說 我行動不方便老是要出來快篩 我又沒有出門 我們盡量柔性勸導 齊金社區普篩到現在 陽性機率低 而在高雄港區跟船廠部分 陳其邁也要求全面必須先篩檢 成陰性才可以開工 很抱歉 假如沒有篩檢的部分 就不得進場 想你從哪裡在船廠 在做工作都比較適合 比較密閉型的這個空間 從疫情爆發到現在 迄今已經多次篩檢 市府掌握的數據顯示 社區傳染風險相對低 但面臨年假過後的開工日 務必做好全面的篩檢跟防護 收住防線 讓居民早日回到原本生活 三十月宣傳航股不先高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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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正宣傳航股不先高雄